一千五百戶不是一千五百个人 是一千五百戶 这栋社福大楼里面 除了这个一千五百戶之外 未来还有我们的大型的社福设施 包括了长照中心 老人安养中心等等 所有的社福设施 大型的社福设施都会在这栋楼里面 都会在这栋楼里面 我们试想 这栋大楼从两百遍四百亿之后 从十层楼如果变成二十层楼之后 我们试想 每天进出这栋大楼的会有多少人 会有多少人 他的公安 他的交通 他的环保等等问题 市政府从来都没有跟我们市民做一个交代 他所影响的不只是大人里 还有附近中波里 中光里 大道里 全部都会受到影响 市政府没有对我们市民有任何的交代 我们想现在政府资讯公开法里的第一条就告诉我们 人民有知的权利 可是呢 我们市政府从来没有告知我们地方民众 他要在这里做什么 完全黑箱作业 完全黑箱作业 以至于我们今天要站在这边抗议 市政府知法玩法 我们现在在地方上 你要做后向美化 你都要 都要做公开说明会了 何况是放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大楼 以后进出这么多人 难道不用做一个说明吗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顾虑台北市政府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请大家 要求我们市政府对这个计划重新再做评估 重新再做评估 请他们重视我们在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这么大的一个冲击 难道都不用沟通吗 这是我们对市政府非常失望的地方